南澳大利亚政府为我国学生设立奖学金 向总统陈庆岩致敬 也庆祝新澳建交50周年 在我国访问的南澳大利亚州总理 在晚宴上公布了这项消息 总统陈庆岩也出席了这场晚宴 由南澳政府设立的奖学金 从明年到2018年 每年将颁发一份奖学金 奖学金将颁给到阿德莱德大学 就读研究硕士或者是博士学位的学生 当局之后会再检讨这项计划 南澳洲总理杰伊韦德里 正在我国访问三天 新加坡是他东南亚之行的其中一站 较早前韦德里同贸工部 第二部长议华人举行会谈 双方都表示 两国强大的经济双边关系 在过去几年来都稳定发展